当基金会第一次邀我跟他们一起出国拍摄议诊的记录时 他们说 你的人生观将会被改变 我不认为我的人生观有那么容易被改变 但是两千年五月的柬埔寨之行 确实带给我很大的震撼 往后六年让我跟随基金会的脚步 去到许多我一辈子都没有想到过要去观光的地方 也见证了那些去帮助别人的人受到了改变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一趟旅程都是从机场的集合开始 为了争取时效 通常的集合的时间都很早 每一次到机场 见到的都是不同组合的人 而不同的人 却一样带着大箱小箱的物品 因为要去的地方 很多基本的医疗材料都没有 一整团只好能带的尽量带 尽管如此 能够亲自带去的东西 好像永远都不够 生日经典的争取 游客 游客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箱子? 就是帶來的龍蝦 然後還有他們木萊的衣服、鞋子、冠軍 國際議診開始於1998年 那一年羅醫師帶著人員到越南開刀 第二年開始了柬埔寨的議診活動 在一年四十年後 當我剛開始到台灣 醫師也沒有很好的背景 在這類似的治療 臨部和腦臨部 通過很多人和我們的醫師 我們設定了一些標準 世界上的標準 最好的標準 这些医生的治疗的治疗 这些技术的技术 我们有学习的技术 我们必须用这些技术 这些技术的治疗 这些技术的治疗 尤其我们的治疗 尤其我们的治疗 尤其是在西方的西方 在加州 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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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法治疗的国家 不是要用北京 我们是要给吃的孩子 尤其是我们台湾的孩子 的治疗夾伴 不可以因为我们比较中庸 更多的菜脂 我们是用最好的材料 最好的技术 我们是在一起的 我们是在一起的治疗 治疗之后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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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98年开始 基金会的医者活动 逐渐从越南 天埔寨 菲律宾 扩展到缅甸 中国 很多迷你家 每个地方 每年一次到两次 医疗团像候鸟一样 每年会固定回去 不同的国民 却有着和台湾 30年前类似的景观 在勾起怀旧相仇的同时 医护人员必须面对 不同文化和医疗环境的挑战 第一次来这边讨价的时候 证据不稳定 其实我们第一次来医疗 跟我一起来的时候 从我们香港大饭店 一走出来 后面就跟着一堆小朋友了 现在人已经比较少了 当然还会有 希望再过一两年 根本没有这些小朋友了 不需要一直追着人家去讨一些东西 其他商店的种类越来越多 繁荣程度越来越好 真的不错 我啊 因为我上次的经验太不好 我上次来七天拉肚子拉了五天 所以来这边吃什么东西我都忘记了 这是什么杯 发酵 好 接下来就是 要打肚子 打肚子 所以你第一次来对不对 对 你觉得有水土不服吗 有 员 终于遗疹的入手 来 所谓医疹 有固定的流程 首先是帮社工到阁底收集来的病患做门诊 確定他們健康狀況 適合開刀 才排定時間 每次看診 都從飛機抵達了下午就開始 面對眾多病患 渴望的眼神 醫護人員 沒有人敢叫累 在累積多年口碑和聲明之後 一整團每次吸引人潮 都遠超過一次醫療學問公開的累積 甚至最尊重的機會 才能得到醫療學問公開 他們的膝蓋和腮臟,他們真的不會出現任何處 因為他們的病毒並沒有看見, 因為他們的病毒並沒有看見, 所以他們的病毒是很困難的, 所以他們的病毒是很困難的, 很多的家庭都不認識他們的孩子 他們有同樣的問題, 很興趣,當他們都在一起, 他們可以看到他們有同樣的孩子 他們有同樣的問題, 這是很驚訝的給他們 他们一直以为自己的孩子们是唯一的在这个问题 所以它是好处于他们也能够联合 他们也能够联合他们 因为他们也能够联合他们的孩子 我认为很多孩子们可能会说 它们是不值得保持他们的孩子 所以如果他们是病人 它们是很简单的说 它们是一种费的 但现在人们知道他们能够联合 孩子們看起來很瘋狂的 因為他們在工程中有很瘋狂的 真的很瘋狂 開刀是一整的重頭戲 在設備不足的手術房 麻醉醫師到每個國家 都在接受挑戰 其實我們第一次去柬埔寨的時候 就已經很危險了 我們第一次去柬埔寨 第一個病人就是因為 我們國內已經很少用那種 Hallocin是什麼 就是有一種那個 舊的一種麻醉藥品 然後那種藥品的話 如果說再加上他們 再打那個 組織的 讓那個組織不要出血的那一種 一種血管收縮劑的話 那小朋友都很容易產生那種 心律不整 然後我們那時候 第一個病人我記得 應該也是三個月左右 然後也很瘦小 然後他們打的劑量可能比較多 然後又上那種麻醉 那就很緊張啊 然後那時候就是心律不整很嚴重 那時候就很緊張 然後因為那時候我們去柬埔寨 又是等於是 越南去後第一次去 然後那時候又好像他衛生狀況又很差 那時候我第一台到我就很緊張 那時候覺得很恐怖 可是後來就慢慢就比較 你用熟了之後 其實真的是第二天之後 就都還蠻穩定的 唇額裂手術是精密的臉部手術 兒時插之好梨 長大後就會失之千里 醫生小心翼翼在下刀前先描好藍圖 陳醫師 你要不要跟我們講一下 這次從台灣帶了什麼樣的器材來 這個是一個簡單的一個EKG Monitor 它同時除了吃病人的心跳 還有一個血氧器可以癢 還有一個特別癢 它又是一個麻醉魚過程中 最基本的一個 Monitor 但是其實就是 但是以後醫生的話 就會考慮到很多地方 可能比較落後 沒有這些 Monitor 所以擺了一部以後 方便的比較去 其他地方醫生的時候 比較方便一點 要看 給我講 哇 那一整的重要性是因為說你來這邊做 教他們做 他們很快就能夠學到了 相當快 因為你要從書本上做看 然後自己來做是很難啦 所以像我帶他這一台以後 我想他從此永遠對這個手術 就有很深刻的印象 我想他也可以做一個 跟我們一樣的品質的手術 裡面也要做得很漂亮 那你要把這個 弄到這個技術去 來 這個技術 當然我學了很多 尤其是技術 在醫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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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會學會更多 五月是中南半島的雨季 尋常的午後雷震雨 卻悄悄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 那些好不容易 拍到開刀機會的遠地病患 因為道路被水淹沒 而不能全行 這次有一些 變得沒辦法來啦 因為水災的關係 沒關係啊 我們下次還要再來啊 我認為最主要的問題是 運動 他們沒有太多錢 來來來 甚至我們說 我們說 治療是無法 有些時候 他們沒有出現 然後我們招呼他們 我們問他們 為什麼他們沒有來 他們說 他們沒有太多錢 來來來 來 我覺得很困難 很困難 人們來來 他們從來來 他們覺得 他們後來做出裙子 他們不相對 因為他們說 他們看起來 好像會很漂亮 而且這是全部他們想 他們說出來 他們在這方面 他們說出來 所以他們 這不是一件事 我們試圍給他們 他們很多 但我們不常提示 他們有些人 是他們 他們一直不來 他們沒有回答 他們沒有回答 他們有了 他們不來 来 来 这个拉 这个拉 好 被你拍到了 请问你们碰到这样一再停电有什么感想 我们习惯了 已经习惯了 我们第一天已经九次了 今天也今天了 把它关掉 按掉就好 对 这样就好 它停电了为什么还会有一盏灯是那样的 就是紧急用电 所以它们还是有在进步 有在进步的意思是说第一次来的时候停电也没有这个 就没有 对 请问你们这是今天第几次停电 第一次停电 第一次我会修这些东西 看到我的东西 他都有经验修理 有一句话我带开我们的东西会训练 还不行了 还没地方 真的有十分本历 十分本历 這個應該放出來給大家一點點 安靜 先生 大家好 我一定是舊房專業 一定是香蜜董事在那邊 我們提嗎 我們有關嗎 大家就表現優秀這樣子 對啊 現在8點了吧 你們從早上幾點開到現在 9點多吧 差不多9點 8點就到醫院 9點多開始 今天開了幾台 10台刀 兩個房間 羅醫師今天已經開完第一台刀了 那你昨天看到那麼多 上次來開刀的人回來 你有什麼感想嗎 說老實話 我蠻高興的 因為至少我們在這邊做的 收到當地的 不只是醫療人員 那當地的病人 老百姓 他們也蠻肯定的 所以他們會知道我沒有來 就趕快過來給他們看 國際太過刀的父母親會帶他們過來 那這邊的國際直戰組織 像 Narminol Roll Vision 也會一直去外面找出新的病人過來 給我們做 甚至我要看到很多非臀而烈的病人 因為 像今天早上 他們讓我看一個耳朵的 一個 Keroid Legion 那像 就此類的 或者是昨天他們看到一個爆牙說 我要怎麼樣讓爆牙治療好 那 這些 都顯示說他們對我們有相當的信心 那個小男生是真的嗎 Honey This is a complete friendly Yeah I like this Yesterday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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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人醫療或整體醫療的一個典型 那我們自己對我們現在的 對一些成績 事實上覺得還蠻驕傲 也還蠻滿意的 那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可以把這個經驗推展出去 那當然我們所經歷的一些挫折 我們所經歷一些錯誤的路 我們不希望別人再重蹈覆策 所以我們現在經驗移植 移植到別的國家去的時候 事實上他們就已經可以 站在我們的基礎上面 再繼續發展 那這一方面來說的話 對我們之前的經驗來說 我覺得是 歷經這幾十年的演進 我們也廢掉了很多不需要的部分 那我們所保留大概都是必要 而且很需要的東西 在柬埔寨 導遊說這個國家的鄉下地方 還埋著六百萬克內戰時流下來的地雷 農民常常不小心就被炸斷手腳 在菲律賓 醫院的人警告我們 山區有武裝叛亂組織會綁架觀光客 但是為了了解病患的環境 社工還是請當地人安排 去鄉下做家房 深入其境 讓人對於這些病患從哪裡來 開完刀回哪裡去 有了更生動的了解 他的綽號叫做小王子 因為他的父親會講英文 引來我們的好奇 疑問才知道 他竟是皇室的成員 在赤色高棉時期 他為了避難 隱性埋名 躲到鄉下裝風賣傻 為了替家族繁衍後代 小王子是他的第八個小孩 我不知道如果沒有內戰 小王子會不會被生下來 如果他是被生在皇室 命運是否就會更好 但是有一個教育程度這麼好的父親 出生三個月就送來國際醫診 幫他開了純裂手術 半年後又帶他回來開額裂手術 手術那天我問父親 已經有過一次成功的手術了 這一次還會擔心嗎 在父母的名義上呢 孩子有病了 送到病房裡面去了 心裡跟手術是有點不安 雖然他有過一次經驗 然後現在又遇到那個 手術室裡面還是有覺得有點不安 我希望小王子長大以後 有機會聽到這段話 他叫真心心 兩千年五月來開刀的時候五歲 他對我的攝影機非常好奇 不停繞著我 跳上跳下 他住在離京邊 四十幾公里外的農村 他的父母 因為要帶他來開刀 才第一次來到首都 現在因為我們看到 別人治療出來的手術 他們的技術程度 我們已經安靜了 那些人在哪兒 他們在哪兒 都遇到 大小王子 在哪兒 我沒有想說 他不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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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年後,我們再回去探望她 她還穿著基金會送的幼稚園織服 笑臉燦爛 父親也說希望她長大後 可以有比較好的工作 隔兩年,我們再回去看她 聽說她父親跑掉了 原來她的母親是人家的小老婆 這星星長高了 臉上卻不再有那麼無邪的笑容 一枕可以給她一張完整的臉 卻不知道誰才能給她一個完整的家 2006年,她搬到很遠的地方 我們暫時失去她的消息 昨天,我們看了兩位 昨天,我們看了兩位 一位一位一位 一人也很正常的哦 他治療的都是一位 一位先生在二位 跟他一位 一位字幕包裹着 他都被irt了 所以却一尾 就有 نہ了 micelles 他在哭泉 他不哭 它是一段时间来到这里 他甚至会哭 因为他看到父母 刺激的事情是 有些人不去学校 因为他们是愉快 但后来的病毒 他们开始学校 学习更多 这家医院我的感觉是 我们来这里做任何手术 大概都不会太需要去担心 他们整个的素前素中素后的过程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进展 他们一定是一个很完整的团队 缅甸跟这里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说 缅甸已经开始有存和裂的治疗 他们已经在做 也跟外界也有过接触 自己已经在做了 那我们看到的是说 他们做的还是很不理想 有很多地方可以改善 那也是我们寻求说 可以帮他们 不像这里是从头开始 那我们那边可以从中间开始 教他们怎么做 深圳的做法是 我们先赞助 宗子医生到台湾受训 可是他们回来之后 我们都还不了解 他们的工作的状况 那我们很想 去了解说 那台湾做这样的一个技术转移 而且又在没有语言的障碍的 这样的优势之下 那会不会碰到什么样的困难 所以才会安排这样 这一次的疫症 我想环境没有我们想像中那么的 那么的贫困吧 我们可能都有一种 有一种错误的观点 大陆同胞还是活在水深火热的环境里 但是我自己的资讯 所以就会觉得 好像他们很需要我们来 拯救什么之类 但是 这里的医生一直强调说 你回去一定要告诉你的同事 这里是不需要带水来的 唇恶劣的治疗并不止限于颜面 还有后续的耳鼻喉科和牙科治疗 在纯恶劣手术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 医生团也开始逐步引进耳鼻喉和牙科的示范 哦 你要因地制 譬如說以柬埔寨來講的話 因為它是資源最集缺法 所以我們當初設想就是 你可能培訓了總子醫生 然後他回到這裡 他就有辦法工作 那我就要去輔助他的 譬如說設備不足 捐贈台灣的二手設備 給他就可以開始運作 可是後來發現說 他們不只是硬體上的 有這樣的一個缺乏 其實他們的人 就是他們的醫生 也會有信心不足的狀況 那以及說我們當初 可能會設想說我要訓練 一個比較年輕的醫生 可是當我們來這裡挑選醫生 總子醫生的時候 發現根本挑不到年輕的醫生 就是你還是 你還是要因地制宜 就你還是用當地的條件 去做一些計畫的修正 不過總之就是說 在這樣的累積經驗下來 我們大概可以摸索到一些方法 那怎麼樣去配合他們 那重要的是 我覺得在總子人員 他們可以有他們的想法 就是他們可以去做計畫 因為只有他們才能夠了解 他們當地的資源 當地的條件 當地的人員的數字 然後他們提出計畫 我們再重跑去協助他 可能那是最容易成功的 當地把他來這邊 我想我們一個中央的目的就是 因為大家知道說 一個teamwalk的觀念是怎麼樣 從外科醫師到雅科到語言老師到心理社會 所以這整個 一個院做方式是怎麼樣 要讓他知道 因為畢竟他回去有可能當 建國在那個地方的 一個系來組織這個團隊 第二個目的就是 就是讓他學習這個外科手術的技術 所以他過去完全對這種 純額裂的手術沒有接觸過 雖然說我們去 建國在有做純裂 或者是部分的額裂手術 可是純額裂的重建 有很多其他的手術 不只是純裂跟額裂手術 還有鼻子的修補 牙齦的修補 甚至語言的重建 那個惡音必鎖不全的手術 甚至骨頭症額手術 那牙床之骨手術 這每一項都是他需要學習的 所以在這一年內 我想他會有足夠的 有很多機會 來看這些 甚至動手跟我們一起做 這方面的手術 不然還不可以 他會有足夠的 他會有足夠的 原因是 他未來在一起做 所以 我們需要 看上去 她是9歳厚的 他還會指導他自己的營養 他說他去了台灣兩個月以後 回來他懂了很多事情 在有關護理關系的很多事情 他將他學到的時候 在他六個年時間使用 上次他去台灣主要是學習教育那些大人 可能去護理小孩姐 跟他是嫌要手持以後那個護理 就兩樣他都比較快要上去卡掉 A.S.A.T.E.S.O.S.P.I. 通常我會做到2cm的皮膚 去採用胸膜 I was in Taiwan for one year and four months When I came there I thought I knew everything about cleft lip and palate surgery because we have a lot of cases here from my training but when I went there I found out that there were new techniques in doing the unilateral lip and the bilateral lip I learned that the nose also has to be repaired and then also new techniques in palatal surgery Another important thing that I learned is to be attentive to research like not to be satisfied with what we know now but to look for better techniques, better methods to evaluate the result and then maybe improve and then do it a different way the second time 在此以前我對純俄裂的 在國內的純俄裂了解 純俄和書上 那也有在上海酒院看 上海酒院的一些專家教授們做手術 和和他們系統的學習 和成員裂的知識 但就我而言 我感覺我從台灣回來以後 對我的思想理念的提升是很大的 特別我在學習期間 領略了世界先進的手術思想 和手術技巧 我想這對我的幫助 將是一生了 他們人啊 就是從他們的國家到異鄉去 去那個學習 其實也是很辛苦的 但是過程中 其實真的都可以看到 他們是非常的努力啦 而且就是不管 就是只要他跟哪一位醫師 那個刀開到有多晚 他就是跟到多晚 他並不會就是說 欸幾點時間到了 他該下班就下班 然後而是說 即使醫生是開到半夜兩三點 他也是跟到兩三點 然後像假日的話 像我們的暑假是沒有分 分那個假日的嘛 那他在暑假的過程中 就是禮拜天啊 他也都是會過來 那個參與那個開刀的那個活動 我覺得 我在最後一天所看到他們的患者 我事實上 印象蠻深刻 我覺得他們做的還不錯 就是受訓之前跟受訓之後 或者有受訓的人跟沒受訓的人的比 那受訓的事實上的成果是相當不錯 我還要有受訓的事實上 他們不想做術時 運行的事實上 在當時我會受訓時 有時我還要受訓時 我會受訓時 我會受訓時 我认为可能有30病人 我认为我有感染 所以我感到信心 在行程中 天后天 我有人从医院的医院 这些研究院在佛奥运 在2006年,在儿童医院已经独当一面的瓦那医师, 应边境地区医院的邀请,前往教学示范,台湾医整团陪同前往,为他肇事。 这是我们一直在push他们的一个方向,就是希望能够我们在这里破下了种, 希望他们开花结果之后,他们也会去破他们的种。 所以他们往其他的更偏远的地区去做他们的议整,或者是他去把他的影响力扩起到那里, 我们都会站在很乐观其成的这种态度去帮忙他们。 那甚至有时候呢,会需要我们直接去帮他们,在他们后面做他们的支持。 这样子之后呢,才可以逐渐真的走向他们成为柬埔寨做唇额裂治疗的一个牛儿。 所以,我们都会去帮他们的医疗治疗医院。 事实上,不论是菲律宾,不论是柬埔寨这些治疗团队, 我们都应该经常来看他们,来跟他们配合,来跟他们做一些合作方面的医疗合作。 那当然一方面是看他们做的怎么样,有什么地方需要进一步的帮忙的。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看他们,比如说在治疗方面,他们有没有遇到什么瓶颈, 我们可以进一步帮他们解决。 那其实出来我们也在学习,因为事实上他们有很多很困难的地方, 我们以前在我们的那个地方也没有发现, 发现了我们事实上也在互相学习, 当然也从他们那边得到很多东西。 我自己的感觉是在台湾我没有得到, 在台湾我同样这么关心病人, 但是病人发觉他家族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应该的, 因为我们跟他收钱,在这边的话可能因为是医疹, 所以他会觉得特别感谢。 但是我是觉得台湾的应该也应该要有一个观念是, 其实很多医疑人真的是在为了他, 不是因为收了钱才接人去照顾你的那个生病的病人。 今天开好了,应该很漂亮了。 在台湾有的时候每天做重复的工作, 你会觉得很枯燥,好像出来之后换一个环境之后, 我们的所有的成员都会觉得很快乐。 我想最重要的是就是觉得感恩, 就是说你对你自己现状, 你要觉得说应该有一些满足感, 因为你可以看到很多真的是先天性不足的, 或者是后天性经济上没有那么好的条件的家庭, 但是他们事实上他们还是为了小朋友的最佳的幸福, 在做最大的努力。 我觉得这个对一个看到人性的最基本的那一面, 对家长来讲对父母来讲都很重要。 我觉得出来就是可以观察到人性的好的一面。 我想我去每一个国家, 不管是落后的国家或者是先进的, 譬如说北欧、美国, 给我一个很大的感触是, 我觉得身在台湾真的是很幸福, 非常的幸福,真的。 然后多看看其他的国家, 你会感觉到我们真的要知足。 我觉得益整本身它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 而且它也蛮好玩的。 我们可以到接触各国的小孩子, 还有各国的一些文化。 我觉得如果说我们能够再帮助另外的小朋友, 能够像我们的台湾的小朋友一样, 能够有一个完美的微笑的一个点。 我觉得这样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为什么我们来做。 我想我们在医疗团的一个规划上, 会越来越有经验。 比如说在人手上的一些工作上的分配的部分。 其实如果说我们可以帮他们训练当地的一些医疗人员, 以后医疗团可能就不需要来这么多人。 可是另外一部分我觉得, 这些医疗人员透过这样医疗团的一个参与, 我觉得对他们的人生价值观有很大的影响。 这也是我觉得我们基金会可以去发展的。 因为他来这里真的是可以体验人生, 他会去珍惜。 因为到一个非常非常落后的国家之后, 他会觉得会珍惜他现在所有的, 他可能回台湾之后会更满足他自己现有的一些东西, 更去感谢现有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讲是很好的一个理念。 我觉得对医生来讲, 他可能也会更能够去看到一些患者的需求, 会变成一个有安心的医生。 就是他会去投理关心他的患者。 那一天我们去访问那个小女孩, 我个人是蛮感动的。 就是因为突然一个三岁的小女生变成一个九岁的小女孩。 然后他非常的有礼貌地来跑来迎接你。 然后非常有礼貌地用他们的方式来跟你致血。 然后还有就是他可以保留我们当初, 他三岁时候手术我们跟他一起合照的照片, 保存了六年。 我觉得这些事情是让我们蛮感动的。 而且是这个孩子他可以现在在学校里面, 他的学校成绩也很不错。 那各方面表现, 还有他还去学英文等等。 然后可以看到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 那一刻让我觉得我们这么辛苦, 就是这样千山万水, 那么辛苦的来做这个事情。 那就是一个生命的价值跟意义。 就是你真的看到一个人的成长。 然后其实对我们就台湾的医疗团来讲, 那个手术可能只有一个多小时, 两个小时。 可是那个小女生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们就觉得这样的幸福其实是非常值得的。 从一家医院到另一家医院, 一次次一种原本落入, 改变了一群人又一群人的生命。 在参与这种爱心工程的过程里, 参与者其实也丰富了自己。 说是全女生, 我们其实失去改造了自己。 对不起! 我还要成就一件事情, 我想要成就一件事情是真的很多人的努力, 但是要不是靠一个人。 那这些长久以来一直在帮助我们做乙医疗团的这些重置, 这些志工医生还有护士们 真的要非常谢谢他们 那同时要谢谢长庭医院入研中心 因为他们是真的很独私的奉献 而且就是毫无条件的提供他们的知识能力 去培训栽培这些医生世界国家的种子的医院 真的要非常谢谢他们 那就大家一起加油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